回到夜場的國情,其實國情和世事都在一起 中國與世界 既然這樣的話,我們就叫世事無格制 因為其實今天都發生了很多世界大事 如果你說英國來講,卓慧斯做了不久 現在已經傳出給Sky TV 傳出給保守黨逼供 為什麼呢? 原本你說救英國經濟於水火之中 又說減稅,又說減費 可以救英國 誰不知現在經濟未救到之餘 其實最嚴重的就是預期 預期賣掉了 大家不買你這套 經濟最重要的是信心 如果大家都覺得你減稅 尤其是減企業稅 減有錢人的稅 令他們寬裕一點的話 大家都不相信 其實就不會說 英鎊也跌了 跌到八算 最嚴重的是加息加得 不可以跟美國同步地快 原本你最重要的理論 所謂的滴流效應的理論 就是刺激經濟的理論 就是要令多些人 有錢的人更加願意投資 先讓小部分人負起來 然後令他們投資 但問題有沒有呢? 你現在沒有 反而你令到英鎊這樣跌的話 你本敗也跌 你還要怎樣要求人家投資 我也要先看清楚 所以這個未出發才要求 整件事 去到這個狀況 就要說回英國富士的百指數 今天再跌到0.5% 是啊 所以很嚴重 經濟這件事很簡單 你不能加盟奶喉 不能加盟投資 看到人躺平 又迫你去消費 就算中共也做不到 加盟放英國 你雖信心就糟糕了 就是這麼簡單 所以其實我自己也有點失望 因為我是支持減稅 但不是說減到這麼不平均 我看完那個列表之後 我已經覺得 沒有守黨就等到數了 大家不用想太多事情 是啊 所以反而昨天這個工黨 施己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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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會員大會 其實就好像生氣勃勃 準備執政 一附這樣的精神狀態 在他的角度來說 如果卓慧斯肯認衰仔 然後趕快加息 然後穩住閉席 然後再說如何扶持第一第二產業 施己言都沒有這麼大信心 但問題是 當你見到劫貧制庫之後 他不用想太多事情 是啊 現在他躺在這裡 是啊 是啊 這叫做暴力減稅 哈哈 有一個叫做暴力救市 叫做暴力減稅 有些保守黨黨員 其實都不用說傳 就說已經是去了信 去這個1922委員會裡面 就對卓慧斯提不信任動議 是 希望他會改一改 他不是一公佈就立刻實行 他有些時間去 他就算減稅 減NI那些都是下年才生效 4月 希望他收拾一收拾 我都不希望印度仔偷笑 其實是 沒有說偷不偷笑 你說到陸續有來 關號亭 是不是 是 那就等下 另外一件事 就是 在波羅的海對開 就有大事件發生 這個北溪1、2號 都有滲漏事件 被人懷疑是惡意破壞 是啊 那就是 這個 是不是芬蘭總理 芬蘭總理就說 他很可能是人為發生的 睡點 睡點 三、四處滲漏 睡點 睡點 因為睡點容易看到 是嗎 這麼巧 有一個一公里的氣泡 出現 整個海裡 這段時間 為什麼會這麼巧 發生什麼事 是不是 你知不知道 現在 北溪1、2號 本身就是俄羅斯 自己負責 公器 大佬 現在是星期二 明天 俄烏公投 即是第五日 即是烏克蘭 四區公投 明天 就會公佈結果 其實今天就完 明天就公佈結果 現在就好像說 點票 假裝點票 點了97% 是嗎 有97%贊成 是 他們點到的 是 都幾好笑 是 衛報說 北溪1號 其實是在丹麥對出海峽 那裡滲漏 是 是 97% 我們 早兩天都 都弄了一張照片出來 你看到怎樣投票 是 是 不用接住 是的 就這樣公開 箱又是透明的 是嗎 高透明度的投票 是嗎 最好的 你一定知道 前面調了什麼 是 這些秋後算帳 最方便 你可以這樣去投票的話 就 現在去到明天 其實很快 其實是 澤連斯基說了一件事 第一他不承認 這個公投結果 第二件事 就是 戰後會處理這些 互間 如果被他檢查到誰 誰幫忙參與 誰幫忙做公投 你有沒有幫忙拍門 叫人出來投票 你認不認得我 好像烏克蘭馮檢基 就是 哎呀 我們這個 尤其有差 是不是 不是 完善選舉之後 都可以投我的 所以都是很民主 其實是 是 你看 現在完善選舉之後 我的頭髮又長多了 證明這個選舉是好東西 是吧 就是 這個澤連斯基 就說明了 就會清算 烏克蘭裏面的馮檢基 是的 烏克蘭的馮檢基 應該不止一個 至少四區 至少四邊都有 你總有些大路擋的 問題就是說 其實明天 我們密切關注 明天就會發生什麼事 因為 其實四區裡頭 現在都在發展 是在激戰 其實 尤其是 在俄國 其實他功德最密的 就一定是 克爾松 還有這個叫做 澤波羅烏 這兩個地方 因為他先守著邊境 因為 他現在準備好了 準備好 明天 就是發佈這個 所謂吞併的消息 吞併了之後 這裏就是俄國的領土 既然是俄國領土 好了 你打了這麼多一下 就在這裏劃街 你再踩過來一步 我就用核武 我就覺得你現在 在這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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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正式宣戰 正式宣戰 他要做的就是 你不能夠越界 什麼叫越界 就是要打那些地方 但那些地方 原本就是屬於烏克蘭 但如果你正式宣戰 就全面動員 現在是叫部份動員 部份動員來說 因為之前 有人說 不是 你現在禁止 暫時 現在年輕的男生 就不可以出境 所以現在 你既然不可以出境 十八到六十五歲 不可以出境 既然不可以出境 就和你反台 走去 火魔你那些招募中心 扔汽油彈 他瘋到一個點 被人傳到 在南澳賽梯和阿哈巴芝 阿哈巴芝 總之是屬於 加勒加雅的地方 但是 這兩個 加盟共和國 實際上是被俄軍控制的 那些地方都出現精兵 是啊 既然是這樣的話 與其我等死的話 不如我先反你台 所以普京很公平 他就是動員了所有 所有他認為可以動員的人 包括斯洛登 現在斯洛登 終於拿到這個 斯洛登 最好是上戰場 搶前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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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打仗 所以為什麼 我們昨天說的不是開玩笑 俄羅斯美女 在大陸那些 小紅書那些網 拍片 只要你們肯參軍 就會送你俄羅斯國籍 送你去死 如果你這樣說 其實斯洛登已經肯參軍 這就是地獄的護照 送你一張地獄護照 但是美國政府都出了聲 你應該回來受審 是的 現在斯洛登的想法 就是被普京推去死 還是回去坐幾年牢 他自己想好他 現在台下的 就是作勢去動員 然後 你恐嚇那些國家 西方國家 用核武 但是你用核武來說 現在大家都在關注 Larry上次擔心我們的狀況 如果你要打英國的話 這個就是恐嚇 這些持核的一些 G7的國家 或者北約國家 但是你去打英國的時候 真是世界大戰 因為北約國家 北約國家 是共同協防的 那裡有三十多個國家 不是跟你說笑 是呀 土耳其 之前為什麼在中亞峰會裡面 那麽彈兆豐生 我覺得這個人 他本身都是北約的成語國 其實是 他根本想好 在土耳其的角度 最好是你打久一點 因為你打久一點的話 那些中亞國家 哈薩克 土庫曼 他的天然氣管 不經歷俄羅斯 直接經歷土耳其 是呀 是呀 那 因為 俄羅斯裡面 現在你說全面 就是說 你說精兵問題 因為 你未說實 究竟 你現在是不是會封關 是不是真的 你被那些完全沒有經驗的 那些年輕人上前線打仗 因為這件事 你現在還未說實 所以 克里姆林宮的發言人 佩斯科夫 就說 精兵過程出錯 會積極修極正現在的情況 正到他兒子 還說 還說 關閉邊境 禁止適靈服役的男性出境 作出決定 即未決定 有可能 你不得不佩服 俄羅斯人 不會在這裡坐以待斃 大陸人不是的 大陸人 你現在造反的人 我見到今天最新 在深圳 是不是三沙 是下沙 還是什麼沙 就是現在 開始造反 因為沒有食物 你去到沒有食物 才是造反 會不會太遲 你見到有這樣的危機 你就應該群起反抗 是不是 你餓得 你沒有力 的時候 你怎麼反抗 你現在 你見到俄羅斯的年輕人 多有骨氣 在深圳福田 沙尾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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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即是城中邨 是的 他說在26號 發現一宗病例 所以 全面封了 整條村封 是的 你一封就吃蕉 是的 然後群情洶湧 然後警察舉藍旗 警察取樣 敬請配合 人們不管 繼續衝出來打 這個是封了幾天才造反 第二天 第二天 好一點 好過之前 好像貴陽 貴州 都是很臨尾 才造反 深圳始終比較接近香港 都聞到一股味 他們也有一次被封城的經驗 所以全力抵抗 一些地方 河南 好像是很好合 是的 雖然你說 河南 你不斷有些示威 但是踩到心口 才造反 我反而 我現在佩服這群俄羅斯人 是的 那群年輕人 大哥 總之你講得不清不楚 你有可能 精兵上去打仗 我就跟你造反 雖然 你留在這裏 做留下來俄羅斯的人 其實你都是心存僥倖的 其實 今時今日 好像只剩下格魯吉 私收留他們 格魯吉 所以就是迫爆他們的邊境 是啊 開車過去 因為找不到機票 難道真的過來香港 四加三嗎 但他們很誇張 當然 其實他們都有Twitter 有些人懂英文 他們看Twitter 真是見到 那群烏克蘭佬 現在烏克蘭佬很有趣 他在Twitter 就直接播過戰況 衝進森林 有你無理 不斷扔手榴彈 不斷射你 總之 就二千人被捕 即是你爆發了示威之後 二千人被捕 其實被捕 也未必說不好 因為你被捕的話 你坐牢就不用上前線 你搞錯了 除非你被人徵兵 即是你被捕等於徵兵 不是徵兵 都不是徵你兵 衝軍 直接在華格勒集團 就開一張contract出來 要麼你捕花變太陽花 要麼就接受華格勒 然後就捱三個月 這樣 真是無路可逃 豆腐那邊說 俄羅斯又出現兩宗槍擊案 BBC報道 俄國中報伊葉夫斯克 一間學校 又槍手進去開槍 開槍 當場自殺 厲害 這些真是勇士 這些義士 全國真是上上下下都在 伊爾赴克州徵兵辦事處 槍手進入連開三槍 射中指揮官 當場被捕 厲害 這些人真是很有 好有一種利他精神 你想一下 你自己進去開槍 你自己受的 是啊 你知道如果你說像香港 那樣 你會被黑警踩踩頭 你真是很勇敢 這些人 入法庭或監獄之前 應該被軍人打到嘔吐了 所以我向這班 向招募中心 開槍的義士致敬 寧願憤死一搏 都不做一個 被衝軍在前線的 這些不義之兵 被人捉到 上次爭培是很煩的 不只是煩 反正不能選擇 不如爆破 我覺得這就是反抗精神 如果你反正不能選擇 你有沒有看見這個 然後付諸實行 其實有幾個層次 你見到一回事 見到 你可能自己躲起來 躲去森林 但你見到 然後 不行了 我拍案而起 你犧牲我一個 然後 其實他做到的可能很有限 那些招募中心 你現在究竟 你覺得普京有多少個招募中心 被火魔才會低頭 你覺得有多少 好像他這樣 他不會理你的 普京 不理 對於他來說 這叫政治壓力 但是 現在 呂呂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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這麼多 是 熬到一天 一天 你對於他而言 只不過是壓力 但對於你而言 你就沒有了一條命 你想一下 你想一下 這些人多偉大 其實是 那沒有 他們信東正教 那你信教 有信仰 反而有利他精神 嗯嗯嗯嗯 那 明天 明天就知道 結果是如何 然後 然後 最重要 就是看烏克蘭 烏克蘭 既然你自己說不承認 那你會不會打下去 你打下去的話 會不會 又觸發核戰呢 所以呢 這兩天裡面 你很快看到 如果 如果 你最後最後 你烏克蘭 我覺得他會繼續打 打完之後 普京 不出手 那個波又掉下去 是啊 這個就叫對撞遊戲 這個chicken game 這個是 喂 我掃完手 之後 然後你收回籌碼 你會被人吵的 就是 那個狀況 他就在那裡玩鋪大 你看到他在東方那邊 都開始有 就是遠東地區 你例如昨天我們說 日本有個外交官 就被俄羅斯政府說 在海參威那裡 原來是給錢 買了情報 做 summary 就在那裡說歐美制裁 對於俄羅斯遠東的影響 今天早上 今天早上 日本的外相 林方正 就作出嚴正抗議 之後被人 被捕的外交官 被人驅逐出境 驅逐出境 之後 林方正也收到人 非常之遺憾 但我真的不接受 接受不到這件事 OK 好多謝Alex Choi Grace Choi 剛才那一節 沒什麼課金 現在才有一點 其實我們講到現在 差不多十五十九分鐘 我們都是 叫做民不對題的 都是在那裡 掛羊頭賣狗肉的 不是說 都沒說到